GPL2013夏季賽事 我是主播懶貓 大家好我是Bestels 今天終於到了周末 GPL又再度開戰了 大家一定很疑惑 主播長矛在哪裡了 長矛像講 身為一個天才小吊爽 不過我練練自己是不行 我在馬爾蒂固 對上了深海大鬼 沒有 他在馬爾蒂固員工旅遊 人家就是員工旅遊不要這樣 今天可是西貢日 今天三場比賽都有西貢的蹤影 那你是怎麼看的 第一場是西貢小手隊 西貢新奇武是學長打學弟 但是在春季賽事最後一場的時候 西貢新奇武打敗了他的學長 西貢小手隊 學長看到學弟馬上變得慈祥的哥哥 各種水餃先煮好等你來 那我自己個人是比較期待今天的第二場 因為我自己還蠻喜歡看SGS的比賽 我覺得他是真的是很愛長召的一個隊伍 對好那我們先進去看戰績表 哇戰績表這一次比較漂亮的是 第一名居然是AHQ E-Sport 100%的勝率啊 哇棒棒啊 哇 有一點受寵弱軍的感覺 那第二名就是你剛剛還說到 希望他維持住 對也希望AHQ維持住啊 第二名就是你剛剛所說的最愛長召的新加坡先� 也是二戰零勝100%勝率 那第三名是Azubu TPA 今天就是上一個禮拜TPA不幸落敗給新加坡先� 所以現在是以50%勝率在第三名的位置 對所以新加坡先�真的是很窮 對新加坡先�這兩個禮拜練習得非常修 而且像敲雲Hallelujah的表現是越來越好 那第四名是馬雅獵鷹第五名相對是吉隆坡獵人 接下來就是西貢星期五跟西貢小手 西貢星期五的位置目前比西貢小手好 那今天是否西貢小手可以把他自己哥哥慈祥的威力拿出來 所以現在是以50%勝率在第三名的位置 因為新加坡前鋒真的是很窮 對新加坡前鋒真的是很窮 對新加坡前鋒這兩個禮拜練習得非常修 而且你現在敲雲Hallelujah的表現是越來越好 那第四名是瑪雅獵鷹五 第五名相對是吉隆坡獵人 那今天是否西貢小丑可以把他自己哥哥慈祥的威力拿出來 是否能夠打敗西貢星期五呢 我們可以繼續看下去 那最後一名是曼谷巨人隊 今天有一場曼谷巨人隊的比賽 對上西貢小丑 對 我覺得這一場其實也蠻有趣的 因為最近我看那個曼谷巨人隊的比賽 他們有做一些眼味的一些進步跟變化 其實這場第三場比賽的時候也可以看一下 對 而且曼谷巨人隊的時候 曼谷巨人隊現在改變了一些選手以後 現在是越來越厲害喔 我們看到一些選手介紹 對 今天的賽程表賽 第一場是西貢小丑對上西貢星期五是兄弟相爭喔 沒錯 這一場應該是蠻值得 今天是越南日來 所以越南應該今天收視的人非常的多才對 對 今天西貢小丑是否會把嚴厲的本性拿出來呢 還是會像上一季春季賽關門前的最後一場 對上西貢星期五的時候 煮好各種水餃等待弟弟呢 我們期待這一場 那我們看到第二場比賽是 西貢星期五對上新加坡先鋒隊 對啊 這就是我最期待的一場 因為新加坡先鋒 我覺得可以看出 最近新加坡先鋒到底哪邊在進步 因為最近看他們比賽真的是 很多 我覺得是最近META最新的東西 他們都有在學習 對 情報收集師貝克如此說到 那我們今天也期待說 新加坡先鋒是否能夠拿出自己的一把熊尾 拿出一些新的招式 在對上學弟的時候可以先來試試看 那我們看到第三場的比賽是 曼谷巨人隊對上西貢小丑 其實我是比較期待 其實比較想知道 小丑隊最近在幹什麼 因為最近感覺他們 調整得好像不太好一樣 因為低潮期啊 跟AHQ一樣 跟AHQ一樣 可是AHQ現在有100% 勝率頂尖在萬人之上 西貢小丑在這兩次 就是已經在春季賽結束後 自從慘敗給弟弟以後 只有可以說是一蹶不振 是完全沒有贏過 那這一場曼谷巨人隊 也因為改了一些 換了一些選手以後 有非常多的進步 那是否能夠再次拿下西貢小丑呢 那我們現在看到選手介紹 第一個介紹的是西貢小丑隊 啾你的髮型是不是有點像Toys啊 對 越南Toys 越南Toys 那Archie 我們也期待說今天Archie跟 Safety的表現是否能夠好一點 那 因為我們都知道西貢小丑其實是 對下路的方針做很大的改進 就是他們一直在對下路做一些 小龍戰啊小會戰都以下路為重點 西貢小丑對他們本身的陣容其實不算 QTV Juni跟Arch其實這三個選手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蠻不錯的啦 那其實要看他們在臨場上的表現 可不可以恢復以前的水準 對而且QTV跟Nix Water其實都還蠻愛農 像QTV是喜歡玩AP型的上路角色 這也是令人蠻期待 因為最近的凱能還蠻厲害 那看到下一隊的介紹是 西貢星期五有點白白亮亮的 每一根都亮到不行喔 這個實際上是新圖片啊 因為我原本那個是 本來希望是要跳出一個Archie在中間的感覺 但是你要跑到左邊 Archie跑到左邊的位置的話 這樣子他們是有點融入背景啊 那我們看到 接下來這邊看到你是比較期待哪一些角色 哪一些的選手呢 比如我對這個 那個西貢星期五其實比較不熟一點 就是其實他們打的我覺得是比較中規中局的 但是其實也在持續在進步 對那我們也可以期待這一場的表演喔 那這一場的表演比較說是說 西貢小丑要如何再把自己的戰術再往下發展下去 因為之前我們可以看到他們藏了蠻多的招 像是Poke證他們都發揮得非常好 反而在有一次慘敗給學弟以後之後都沒有一些激進的發展嘛 對我自己是覺得說西貢小丑他們應該還是要把他們的主力擺在Arch身上 因為Arch我覺得他還是比較偏穩的一個選手啦 那其實把他放在那個主力把他放在身上是比較好的 對Arch是一個蠻進攻型的AD 那我們這邊看到藍方西貢小丑進場ban了Zyra加羅這隻角色 那子方的西貢星期五則是ban了歷三卓的角色 OK那西貢小丑這邊ban掉的是那個珍娜 那其實哇西貢小丑連ban了兩個也比較偏support型的一個角色 那西貢星期五這邊ban掉了色雷西 那現在已經ban了三個support了 這邊ban掉三個support可以有想而知是西貢小丑可能想對下路 那我就想說他們會不會其實你知道嗎 就坐在附近而已 就是他們兄弟隊坐在附近然後在那邊 有一點搞笑的感覺 在樓上上下叫罵嗎 那這邊最後一個ban掉的是匿命 那我們看到西貢星期五最後會ban掉一個什麼呢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他們ban掉三個support 我是蠻期待說 小丑隊跟星期五這邊是會做出怎樣的下路相爭 因為三個support都已經沒了 現在比較流行的support剩下的是像蜘蛛牛或是露露這三隻角色 好這ban掉的是札克那這邊首選有沒有可能是來個索娜之類的 對還有索娜這個角色這邊首選假如選到的話 對整隊來說 現在還有索娜露露啊索娜露露都還有 所以其實你其實也不用急著選啦 因為其實還有很多不一樣的角色可以選 那我覺得既然已經放出這麼多角色 像有戴安娜卡莉絲這些都還不錯的角色 加文當然加文也是 那還是要先選起來 在support下面還是有很多不一樣的選擇可以選 對我們看到這邊則是先選了蜘蛛 那加文被選掉以後選一個蜘蛛來反加文 假如是在僵狗的位置的話 他們兩邊你覺得較勁是哪一邊比較有優勢呢 那其實我覺得選蜘蛛是一個不錯的peak 因為加文這個角色就是 你大家知道他是那個大絕地形技嘛 那大絕地形技的話 我們如果選擇一些比較可以位移的東西 是比較好的選擇 因為你被關了你其實不怕被他關 那選這種可以位移的角色其實是不錯的選擇 對而且蜘蛛在逃跑上面就是 貝克教練剛剛所講的就是有很好的發展性 那剛剛看到加文那個peak 假如是Gank上路的蜘蛛或是江狗的蜘蛛的話 都不會很容易能夠殺到 那在這邊西貢新許五現在第二個peak是傑西 那你面對到一個加文然後peak的傑西 是比較偏陣型的一個選擇 然後通常我們看到加文的時候選傑西 其實沒有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peak 因為假如被關在裡面的時候其實不太能夠出去 對因為你會直接被針對傑西會直接被針對 你有可能可以把他敲飛或是直接Q出去 但是比較難一點點 但是就是傑西本身比較圖景嘛 然後來打一些poke陣頭的話 其實算是一個不錯的 傑西會比較沒那麼好打 這邊我們看到他們這邊西貢小手 就是選下一個滿poke型的下路角色 就是索納配上伊特瑞爾 這是一個典型的下路poke組合 也是下路很強的一個組合 對下路組合目前我看到就是 這個組合算是數一數二強的 那目前這個西貢小手隊 其實他現在並沒有把他的陣型給全部給出出來 所以其實現在西貢新許五其實還算蠻難選的 不過他們選了露露跟凱特琳之後 他們這個組合真的就是幾乎只能打poke 那我覺得他最後留一個peak 可以來改變他的陣型型態其實還不錯的 對這邊留最後一個poke 那他先把這個露露加凱特琳 露露加凱特琳這個下路對上伊特瑞爾跟索納的話 露露感覺也是一個滿強勢的角色 但是凱特琳的手長卻沒有辦法做一個很好的擊殺 就是他在追擊的部分上他的QB 你不是百發百中 那他的傷害其實都是靠普通攻擊嘛 你說可是其實這兩個組合 尤其是如果硬要打的話其實是差不了多少 那我們看到這邊 SSA這邊果然還是要把他們的man角奈德利給拿出來了 然後再出了聖 那這邊蠻期待的是奈德利 Nixwater的奈德利一直都是大家所說 就是長矛百發百中 那種的機率是非常高 他完全就是像毒星樹一樣能夠中到別人身上 好那我現在其實他們選了一個比較有聖 然後可以帶加紋的這個突進的一個組合 然後偏了兩個然後帶了兩個這個poke角色的話 那這邊西風西土這邊可能要選一個比較可以偏防守型的一個角色 可能比較好 這邊選了凱能 這是一個不錯的peak 對凱能在上路對上聖的時候好像也沒有什麼會吃虧的地方 因為他畢竟是手長的 對因為你必須要有一個角色來保護你的加紋帶聖進來 因為加紋帶聖進來的話 如果沒有人可以來保護凱特林跟傑西的話 這個組合可能就會 我們的poke陣可能就直接被人家打破 所以這個peak最後一個peak 可能其實是一個蠻好的一個peak 我這邊看到是Safety今天是來Jungle 那Juni今天是來support 那我們今天可以期待說 Violet Violet這邊應該是算中路應該是玩加紋 那上路 欸不對 上路玩傑西然後 沒有他還是換了 還是換了 這是要告訴你說你知道嗎 還沒有換完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跟他講解 不然你很容易被他耍 真的很容易被耍 對不起 那我可以先講解下路 因為下路的組合應該是不太可能會再變 因為我覺得這場蠻有趣的 就是說 因為你有帶聖的一個組合 其實比較有可能會被人家 逆逆逆物或者什麼 這樣 他這邊 這邊是一個跳調 可能是有一點 我剛才看到最後那個 那個 Smile在索娜身上 我覺得 不知道哪裡怪怪的 你知道嗎 可能就在偷換又在搞我們 可能剛剛看到就是我們的師太以後 在那邊偷偷來 對 因為其實我剛才看到的其實是 你遇到有聖的一個隊伍 你一定要很注意到 對面到底有沒有想要逆EU的感覺 因為 其實聖是一個很好逆EU的一個角色 就是你遇到聖 你一定要 開場的眼位啊 那些布置一定要好好注意一下 而且 剛剛那個 我覺得 西貢小頭的事情很有可能會逆EU的 尤其他們在 不管是S2啊 他們中二啊還是什麼的 其實這是很常見的 那我是比較好奇說 我覺得西貢星旗五這邊 假如是真的是坐在隔壁 或許可能不是這樣子啊 那就是他們也 都清楚哥哥那種 習性了以後 是不會跟著你一起逆EU 因為凱能 就算不逆EU的時候 凱能其實在 逆EU的情況下也是蠻好發揮的 其實我覺得那個 西貢星旗五這邊可以選擇一個 可以 去針對耐德利去打 就是 我 假設對方要逆EU嘛 那你知道耐德利要去打中五 然後我們就直接 乾脆就直接中了 那隻耐德利 直接去中了那隻耐德利 就是 你直接挑對方軟的打就好了 不然 因為你如果像 剛才那 雙的兩個 雙人線的那個組合 下去打的話其實會 打得差不多 應該是打不出什麼 應該是平分秋色 因為兩邊都算 比較偏Poke 一個嚕嚕叫凱特林 也算是一個 比較Poke型的一個組合 那這兩個組合其實 打起來其實 不會有什麼太大 就是大家互撿撿兵啊 你要殺死人其實是比較困難的 對 那你乾脆你就 去中二人家 然後 你看要擺凱能去下路還是怎麼樣 其實都好 凱能啊 或傑西其實這兩個去 去對雙人線其實都還好 就是不會太慘 因為他可以遠距離吃兵嘛 那你 你如果中二成功那隻 那個耐德利的話 那隻耐德利會變得非常的慘 然後這個 那耐德利本身也是 就是他們這個組合Poke的一個核心 那你去 針對這隻耐德利其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對 而且耐德利其實在中路被遇上中二流的時候 他其實也不太好持兵 尤其是對手或對象像是凱特林這種手長的英雄 可能很早就可以一直壓在你塔下 讓你完全不能持兵 再利用陷阱來逼你走位 讓你持兵得花更多的力氣的話 這樣或許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其實我現在看起來看那個ban角其實還是蠻有趣的 因為 你被 其實像曾阿加羅阿 然後那個栗三卓這三個角色其實是 比較不常出現被ban的啦 那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要ban這個 因為栗三卓是本身角色 他還是有 我自己覺得他 有發展的可能性 但是他那個E真的是 有一點 沒中不足 對 你知道嗎 我自己去玩栗三卓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 你這個E為什麼可以走這麼慢 他那個E真的很像 中了不知道什麼遲緩效果一樣 超慢的 如果你穿二素鞋的時候 你丟E然後要過去 要去突進別人 你會覺得你好像是一個 腦筋的問題 因為你走的可能會跟那個E 我可能自己走就好了 幹嘛還要用E呢 因為有時候我們那個 飛回溫泉嘛 然後你就按一個E想要走出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好像走路也差不多 你知道嗎 對啊 有點遲緩的感覺啊 那這時候我們看到就是 蜘蛛這個角色在江狗這邊 其實是還蠻厲害的 那他假如對上加王 我都蠻好奇說 兩邊會不會有一些 江狗互侵略的情況出現啊 其實我覺得是要看他們 到底有沒有要那個變現 如果有要變現的話 才有可能會 但是正常 就是如果你不變現正常打的話 其實理論上兩隻都應該是 應該是比較不會侵犯對方的 那假如完全不變現的話 我這邊比較偏好說 西貢星旗五這邊好像小有優勢 因為中路看起來不會有什麼結果 中路也是互相Poke 除非說走位太失誤 不然應該不會發生出什麼結果 下路也是 那反而是上路的凱能跟聖這邊 凱能應該是會壓著聖打 對 凱能應該沒有意外 應該會是壓著聖一直打 那所以 這也是有可能 這個西貢小手會變現的原因 因為凱能 他如果遠遠一直普攻普攻普攻的話 其實聖應該還是會蠻煩的 對 而且聖的發展沒有起來的話 到時候就去救人 結果自己反而會掉了一座塔 或是掉了更多的兵 以後發展更不好的話 那甚至連適宜分推都做不到 最近其實凱能這個角色 他AD型的比較少了 就是AD型會比較偏向分推那種流派 那以這場來說 西貢星旗五的 我覺得他們的陣型比較適合拿來當AP型的一個角色 因為你本身不需要去做分推 對 你如果你是一個POG陣的話 打分推其實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而且對面有加文這種角色 會硬衝進來 甚至帶一個聖劍來的時候 感覺用AP來阻止他們 站在一個中間 用小技能之類的擋住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發展嘛 對 然後我們看到就是凱能這角色 其實我在說過就是分推這邊 其實是你要 第一你要逃得掉 兩個人來追著你的時候 你要逃得掉像捷這種高速移動器 第二就是你單挑的時候要贏 像捷也是這種單挑幾乎是霸主的一個王位 那凱能在單挑部分上就沒有說 AD的凱能在單挑部分上就沒有說非常的厲害 那其實凱能跟奈德利這個角色 其實是有一點 AD凱能啦 其實是有一點相效的 就是之前也是史丹利很愛玩的一個角色 就是他可以 就是史丹利的流派就是一直去普攻你 一直去普攻你 然後一直推 點你的塔點你的塔 一直不斷地把你逼在塔下 那凱能也是類似這個角色 那其實他以在分推來說 其實跟傑是比較不一樣 傑是我分推我吃兵 一秒鐘就可以把所有兵全部吃光 吃光了之後 你只要過來我就殺你 那其實傑是 因為傑跟像什麼雷姿啊 這些角色其實是比較類似的 他就是以他強大的傷害來去做你分推 你一定要逼 就是一定要逼你兩個人過來 或是什麼過來 然後再達到分推的效果 那其實凱能跟奈德利是比較不一樣 那奈德利是 我就是 你打不死我 我就是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不管你 那其實跟傑是比較不一樣的 對 因為現在S3好像都比較習慣 這種高傷害 單挑厲害 反而像奈德利 剛剛你所說 就是史丹利玩都在S2的情況比較常出現 我覺得史丹利還是有可能會把它拿出來 因為有可能是在長招中 因為其實這個 這個角色其實還是可以玩的啦 像你看那個 TSO那個小灰傑啊 他們其實也還有在玩這個角色 其實還是算不錯的角色 但是 我覺得是最近他比較少見一點點而已 他本身其實 並沒有被削弱非常的多 所以並不是這個推法是不流行 而是說他是 比較少被使用到 因為其他可能太強勢吧 對 以現在 現階段的版本來說 其實我覺得 傑啊 像雷姿這種的 其實 來做一個分推 然後 他傷害很高 你一個人一定打不贏他的情況之下 這樣很容易吸引到對方來 這樣我們做分推才會成功 然後先把視野不好 然後不好的情況之下 你就可以 達到你的目的了 其實 如果你有不演的情況下 你機動力就算沒有非常高 其實也是不會很慘 對 那我們看到兩邊都是一個poke震的話 接下來到底會發展成什麼樣的情況 因為奈德利 他假如在前面說 像是中二流這種發展不好的話 他可能會選擇去分推這種情況 應該會出現 我覺得這場是要看 一開始兩邊看有沒有要掉線 如果兩邊都互相不掉線的話 那其實 以陣容選擇來說 我覺得這個學弟西貢星期五 選擇是稍微好的一點點 因為你有那個 那個什麼 傑西帶上這凱能這個組合 其實算是一個不錯的組合 然後在poke震上面 對方想要突進過來打的話 其實也沒有這麼好打 你可能一瞬間就會受到控制 然後就會被直接打一波 對可以說是西貢星期五 最後流那個peak 是非常的關鍵 對最後這個peak 選得真的是蠻好的 那也可以見到就是他們其實在觀念上 在peak上面都有十足的進步 對我覺得是蠻有進步的 對這兩個禮拜可以看到就是他們 西貢星期五這邊反而進步了非常的多 對那西貢小丑是否會在一開始就 所謂的改線或是做一些逆EU的情況出現呢 因為這樣的話其實是一個蠻大的關鍵 會不會影響到後面的戰線 對一開始我覺得一定如果可以的話就是盡量 看對方有什麼東西你可以變的話 其實變其實還是不錯的 因為與其你被別人這樣弄 不如先發自人 好現在遊戲開始我們看到兩邊的買裝 AD一樣是買一個多欄件 那其他應該是沒有什麼特殊的買裝 那值得好奇的是一開始的眼線部位會 會怎麼去布這個眼線呢 因為QTP身上是沒有帶眼的 其實西貢星期五這邊帶蠻多眼的 這邊那個上路跟中路其實他們都有各大一隻眼睛出來 那其實在這個一開始西貢星期五這邊眼位布置 可能會布的蠻多的啊 這邊一個這樣走看起來是可以抓到凱能喔 凱能這邊一個出現 沒有潮光 哇你這個 哇聖的反應可能有一點點慢 沒有潮光 你這卡手也太近了吧 一看到人馬上閃現你 你怎麼沒有點一落跑 這樣有點浪費啊 這樣如果 等一下 直接被佳文抓的話 這可能會走不了 我看到聖的嘲諷這的確有在CD 所以他剛剛可能是撞牆了喔 有 有可能 其實這個反應也蠻快的 一瞬間要 轉角就一看到嚇到 哇那這邊Juni則是直接插一個紅眼把他的眼反掉 那凱能這邊的眼等於是完全是白買 那閃現也用掉 那待會上路很有可能是佳文就吃完紅藍直接來做一個gank 那開場這邊 新共小丑這邊先插了四隻眼睛 然後各佈置在一個蠻好的眼位上面 不過我覺得在這個子方的試鬼去眼睛可能可以的話 我是覺得要佈進去一點點比較好 現在那一隻 現在畫面上這隻眼睛其實布外那邊其實比較沒有那麼好 這樣如果對方吃試鬼的話 你有可能會看不到對方在吃試鬼 不過這邊很清楚看到這邊 哇看到 這邊LULU在這邊 有不可能要直接來打一個中二 這邊看來應該就是要來中二對方了 凱特林這邊往中路走應該是要直接打一個中二流 那 伊澤瑞爾跟索娜則是正常要走到下路 那西貢小手這邊應該是沒有打算要換線 那反正星期五這邊的換線做得非常好 假如是兩個人直接去對著 對著 我們的那個 尼克斯瓦特來打的話可能會做得非常好 哇這邊這個中二 對其實這個都做得蠻好的 但是 其實美中不足的就是那個 傑西他如果可以開場吃 山狼然後再把藍霸吃掉的話 其實會比較好一點 這樣會讓他在守這個塔的時候會比較開心一點點 那這邊就是 如果你這樣 什麼都不吃然後就直接下來的話 這樣蜘蛛吃完這個藍霸之後 一定要馬上就是過來cover這條線 就直接站在這邊不動 那其實我覺得星期五他們這個配置還蠻漂亮的 因為在正常指方來說其實你會很想要從 那個藍霸騎手 藍霸騎手然後再吃過去紅霸那邊對不對 那其實他這場是從紅霸騎手吃過來 藍霸這邊然後直接去下路cover 那這個地方在開場的這個LV1設計來說 其實設計的蠻漂亮的 那可惜美中不足就是說 剛剛LULU去上路插了一次紅眼 反而沒有插進草頭裡面被拆掉 而不如說讓LULU來配合傑西來吃這個藍霸 讓傑西手上拿藍霸在LV1這邊吃邊的時候 不會受到如此大的壓制 那如果一開始LV1的時候 解析吃到藍霸的話 他就不斷去QQQ去射那個兵器還是不錯 那這邊佳文這邊正在草叢裡面等待一個更殼的機會 但蜘蛛也蜘蛛在後面 直接過來吃兵蜘蛛已經被看到的位置 這時候這個小蜘蛛居然放到了小兵身上 狂盜但是這邊一個進攻 然後佳文這邊拖了過來 蜘蛛直接上吊 逃得非常的好 不過基本上這一波 我覺得佳文其實在這邊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因為如果 你知道對方要來 就是如果對方一出來cover的話 其實你就已經沒什麼機會 因為畢竟在等下塔下 對兩個人在塔下把小兵清掉的話 其實你也是沒有辦法做一個dive的動 對我現在就是我覺得 你一開始不給佳文拿藍的壞處 你清兵會慢很多 然後你也打不贏輪甲 哇這個球 哇這一個直接交掉閃現的話 那下路這邊就變成一個1打3的局面了 因為我是覺得 一開始還是要讓傑西拿藍去清兵 因為你清不了兵的話這邊就 你做這個前面這些動作其實就是浪費掉了 Safety非常兇 這個塔應該是勢在必得了 馬上就可以拿下這個塔的話 那兩邊的經濟差度會直接差到大概15001600喔 這邊直接差到1000整 不過這邊還好 因為中路這邊星空星球這邊也打算要把塔這個塔給推掉 這邊佳文要趕快過來支援了 佳文這邊正在河道這邊走過來 但是這個中塔的血量看起來是完全來不及了 這邊佳文來其實也沒有什麼用 因為他已經守不住了 那兩邊的塔都各拆掉一座以後 感覺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那看到吃兵的部分他本來是耐得利 因為自己在中路線比較短的優勢上 多吃了傑西大概20隻吃兵 你知道嗎真的很浪費 因為開場那個藍buff應該還是要給傑西吃 對傑西沒有吃到這個藍buff以後損失了非常多 損失了大概20隻吃兵的話 對一個poke型角色非常吃裝備的這種傑西AD角色來講的話 前面的裝備只要有差一點點到後面的威脅力跟影響力就會變得幾乎是沒有 因為如果照正常來說我們這樣開場 就是你這個中路的兩隻然後來幫傑西吃三郎 然後再把這個藍buff吃掉 然後傑西回去的時候已經二級了喔 他可以回去他可以直接recall回去再下來 這時候你下來之後你兵線差不多剛好到 你就趕快eqeqeq去清兵的話 其實你這個塔其實要打下來沒有那麼簡單 對而且這樣子還可以多浪費到傑西的一些時間喔 我覺得這是要考慮到對我們自己的jungle 到底有沒有這個清兵的這個能力啊 蜘蛛的角色在前期吃兵好像並沒有像 傑西這樣清兵來的快 不過剛剛應該也是蠻那個蜘蛛蠻不小心的 被對方耗掉蠻多的血量 那西光潮走這邊 因為中塔被爆下塔也拿到了以後 也是選擇一個中二流 現在是變成一個正常配線 但這時候傑西遇到加那個奈德利的話 反而會有點虧喔 其實還好啦兩邊這樣互點其實也還好 不過我覺得還是要持續去壓制那一隻奈德利 因為奈德利我是覺得不要給他太好過 對假如給奈德利太好過的話 前面的中二流就等於完全沒有意義 那傑西這邊也出到水滴再開始農兵了 因為如果你看 如果你照正常傑西過來走中路的話 那傑西在中路其實會比較好收他的 那阿奇這邊的出裝比較特別是 直接先出水滴喔 不是出什麼像吸血之類的道具 因為他可能顧慮到 旁邊的捨破是一個索娜可以幫他一直回血 所以先出水滴 那上面比較特別的是QTP竟然壓著凱南打 他完全吃兵贏了大概12隻 可能是因為他對凱南這隻角色熟悉度非常之好 那他對上用勝來打凱南能夠拿到如此的成效 是非常的不錯的 蠻厲害 我覺得是因為開場他多了一個回血寶珠 因為開場這個QTP 那個吸攻心球這邊凱南其實是帶一個 他有多帶眼鏡 那QTP這邊是直接帶兩個回血寶珠 用回血然後開盾來跟你打 這樣其實吃兵量其實 這邊沒有輸其實是正常的啦 這邊假如沒有輸的話 那一開始選凱南這個目睹就會少了一點點 雖然帶後面會戰的能力還是會非常的強大 但是在前面想要拿來克制聖 然後做一個中二流的部分的話 就有點美中不足 我覺得這邊 這時候傑西遇上了佳文 佳文正在追擊傑西這個戳起來 把傑西打了一波 傑西交掉了閃現 但Nix Water也交了閃現 跟上來硬是拿下了PIRST BLOCK 這個太不小心了 因為你以前後面沒有塔了嘛 你到那麼前面去 然後眼睛又沒有不好的情況之下 你這邊很容易就直接被佳文更加成功 然後這邊吸攻小蛇準備過來吃一個小龍囉 這邊講在吃下小龍的話 那整個優勢就是一直在往前 而且吃完小龍以後可能還可以往上去做一個偷懶的行為 這邊這個標打到之後 蜘蛛幾乎是半殘 完全不能再靠近 那小龍應該是勢在必雷 應該可以輕鬆拿下 這個 凱特林Q差很Q的喔 雖然沒有選擇去做藍BUB這邊 不過我們看到眼線的不如的位置其實還蠻好的 就是下落傑西現在是岌岌可危 傑西這一次出門雖然有埋眼 但他不管差在哪個位置加碼還是有機可撐 可以來追殺一次齁 有點慘啊這傑西 你們為什麼不把線換回去啊 那你一開始 為什麼要衝 對傑西這時候假如拿了藍回去中路的話可能會比較好 我覺得 因為你傑西很怕長距離的這種戰鬥 如果你被貼到還是怎麼樣就不好打 那你如果不換回去的話就會變得很尷尬 你乾脆就直接把凱特林跟露露叫下去 直接繼續破他然後佈眼睛 傑西這時候果然拿了藍BUB往中路前進就如我們剛剛講的一模一樣 他是不是在偷拚啊 哇這時候聖上來嘲諷到加點燃以後 QP100是自己先死掉 兩邊是一個互換啊 這是一個翻跟斗海能 兩邊人 兩邊兩個忍者一起互換死掉的話 那兵線這邊應該是沒有什麼差別 對這邊沒有什麼損失 因為兵線都兩邊都卡在中間了啊 所以這邊其實還好 那佳文這時候上來補劍的話 聖就可以利用他的大絕來做一個 的Gank之類的 因為他並沒有花掉他的大絕 我覺得在上一波的時候傑西如果就換過來的話 現在應該也不至於這麼慘 但是其實現在吃兵也才小輸個大概十隻而已 不過這個應該是要快 因為你只要一吃到藍BUB你在中間清兵的話 這個伊澤瑞爾跟索拉其實對你真的是也沒什麼皮條了 所以其實用這種大絕清掉的話 下一次還是會 因為傑西一直利用EQ來清兵的話 還是碰太到頭 但是他這個EQ可能放的有點早 這一顆冰反而沒有辦法如願吃掉的話 就有點可惜 打的血量就會被磨很多 現在EQ把冰吃一次之後 然後現在去這個 因為伊澤瑞爾跟索拉其實也不太敢靠出來 加文這邊碰上了蜘蛛 是一個想要追擊 但蜘蛛這邊是放了一個眼睛應該是還好 我覺得蜘蛛在這一場來說 他做的一些沒有做出太大的貢獻出來 效果其實比較沒有這麼優秀 因為在開場 Cover下入中二的雙人線 單人線的時候是比較少一點點 這邊蜘蛛因為顧勵到對面還有一個聖 所以始終不敢吃自己的紅BUB OK 現在在凱南有一點點危險 我現在剛好沒有大絕 可是加文是直接跳上去連騎士都沒有插 他是沒有插 其實他還是插歪的 他的騎士貌似是連插都沒有插 他直接用大絕 他Q完後發現自己騎士沒有插出去 直接用大絕跳在凱南身上 凱南因為剛剛用掉閃現的情況 所以他是完全沒有辦法反擊 因為大絕用掉 我覺得是QTP這邊有酸到 這邊伊澤瑞爾被Gank 加文這邊趕過來幫助聖也飛到了 那這邊是一個互換 反而是西貢星期五這邊比較虧 聖拿到了一個大絕球 這邊讓聖 而且聖回去剛好補了一個火斗回來 然後補了火斗過來的話 這個瞬間戰力是差很多的 我想西貢星期五這邊經驗還是不夠 因為看到對方有聖的話 這樣弄打一波的話這樣是太傷了 傑西身上買了三把劍 這三把劍 一應深遠喔 應該是兩把要組成殘暴之力 下一把可能要組成水滴劍合上去 對 這是一個正常現在傑西比較常出的一個流牌 就是先出了殘暴之後 然後直接再轉水滴劍出來 那現在這時候已經比較晚了 現在還出殘暴會不會比較不太恰當 我覺得他們因為其實現在很多選手他們出裝都會有固定模式 那其實你現在如果真的想要出鵝鱼 我想你應該也生不出來 所以還是照正常成績的升級其實也還好 通常會出成這樣應該是回去剛好沒錢的 假設你回去剛好剩400塊啊 我也組不成殘暴之力 我乾脆就買一把短劍算 畢竟殘暴之力是需要537塊還蠻貴小貴一點 那這時候奈德利的吃兵在傑西大概贏20隻左右 還是在平平的 但剩這邊是有一點肥 現在4-1回去又再買了一個抗魔鞋喔 這邊蜘蛛看起來想要來上路Gank 然後我們的凱能也已經有點燃燈大絕招了 不過蜘蛛好像沒看到 蜘蛛感覺整場都在打盲啊 Cover也沒cover好Gank 感覺就是一個柯南啊 走到哪裡就會出事啊 蜘蛛這時候上來上路 反而是塔爆了跟柯南一模一樣 那傑文這時候在後面Bait 可能打起來之後傑文又會從後面跳出來 那下路這邊一個poke對QTP造成非常大的傷害 QTP血量已經不足 要回家下路的塔可能會被吸共吸土 這邊也強掉 這邊一個抓到直接開大絕把 那索娜給帶走了 其實他們剛剛那個humbug也看的還蠻漂亮的 因為我覺得凱能在這個角色 在瞬間爆發上面其實是很強的 沒有理由 傑文這時候傑西到了下路一個球過去 沒有打到但他直接跳到 他直接跳到QTP邊上一個吹 把他shut down了 那QTP的反擊也蠻夠力的 他直接把凱特消掉大概50%血量之多 不過下路塔應該可以直接拿掉 沒有1彎就直接拿掉沒有問題 那這邊下路塔拿掉之後 現在經濟落後來到接近3均左右 哇這個傑文直接跳上來蜘蛛也直接上吊 想要走掉 傑文看起來塔不能多彈幾下直接走 但傑文的1是還在身上 所以不能1彎 看蜘蛛繞了一圈 我覺得蜘蛛剛剛直接走掉可能會比較好 因為傑文的1其實還在地上 他很明顯就不能在EQ你 可是我覺得剛剛你就直接回家就好 你基本上你直接回家跟待在這個塔下 其實也miss不了 你直接回去補個狀況跟凱能再過來的話 其實這個塔應該就還好 有時候凱特你追的上來 Nix Water也在這邊擠 我看起來應該是追不到Nix Water 我覺得現在 希望C75要做一點就是 趕快把所有人 趕快帶到線上 就是帶到線上5個人 他一起來組成Poke 不要再讓那個聖可以這麼余許余求 就是如果有大絕 我就要飛一個人多打人少的線 那我們現在如果集結在一起 我直接推塔的話 你要飛其實也沒那麼簡單 然後有一個凱能在裡面的話 你想要直接來打突進也變得很困難 那我覺得Poke 陣你很重要就是 你要在一個時間點 趕快集結在那邊做一個推塔 你現在已經把中路跟蕭蕭 帶掉的情況之下 你看要直接推中路的一個二塔還是怎麼樣 其實都是ok的 這邊C75把人集結起來 想要吃小龍蜘蛛 感覺是沒有什麼傷害力 感覺真的想要打一個 就打我們會比較好 想要硬直吃掉了 所以我看起來是追不到勝 這吃掉小龍 把剛剛那個小小的 上路的那個塔 錢再不再拿回來了 現在還是落後三千 兩邊的吃兵幾乎是沒有什麼差別 都是在一開始的幾次小會戰 龍頭這邊輸了兩次 然後兩座塔 也能讓他們輸了大概三千的經濟 我覺得西空星期五真的進步還蠻多的啦 但是我自己覺得就是說 他們集結的速度稍微偏慢了一點 現在在這個時期來說 還是有一種讓人家在打盲的感覺 對有點在降游的感覺 因為兩邊其實 我個人覺得兩邊其實都還蠻有想法 就是西空星期五這邊一開局 一直到後面都還蠻有想法 但是有些美中部主 像是個人技巧 像是蜘蛛 看起來並不是很會操作 這隻角色看起來一直在那邊晃來晃去 Gank沒Gank好 Poke沒Poke好 現在來說其實我覺得西空星期五就是把 這個兵線全部一起往前推走 然後以最迅速的速度 然後集結起來 然後就瞬間推一個塔 這樣就 其實把你們的陣型給弄出來就可以了 那 關於蜘蛛來說其實我是覺得他開場Cover 其實是有一點傷的啦 因為其實你開場Cover應該要 可以更保守的把兵清掉就好了 那不用做一些比較過於急躁的動作 因為那時候其實你 那個傑西其實沒有藍霸啊 什麼招式都沒有的情況之下 你想要過去跟他打一波的話 其實你會變得很傷啊 而且你沒有什麼西西級嘛 你除非你綁住之後 然後配合加穩 然後所有東西全部combo出來 比較有用 就算你combo出來你可能還打不死人喔 所以我覺得前面那個Cover其實是蠻失誤的 這邊我們看到蜘蛛的 喔 慢動作 喔 中了那個DNF0.5慢速 喔 這邊追上了Next Water一個緩速 不過蜘蛛沒有配合到一個勾沒有勾到 那蜘蛛本來一下來就馬上被一個毛根大絕殺死啊 這邊追擊阿奇 不過阿奇有勝著大絕以後更是追上來兩邊一個閃現索納大絕大到的凱能 那凱能一個後空翻死掉了 哇 這個太傷了這一波 其實剛才是蜘蛛被抓嗎還是 蜘蛛想要去抓人 但是他等級現在只有七等 甚至連索納都比他高了一等 蜘蛛上去直接中一個標 加上Arch的一個大絕直接被融化掉 就說他是一個殼啊 你就好好的你 唉 為什麼你不就不能好好的打一個團戰 就是偏偏要這樣子 我就搞不懂 你現在才七級阿 蜘蛛現在心靈內心小劇場開始開始了 想起上禮拜AHQ的所作所為了嗎 想起上次我們出Poke證的所作所為 唉 心中又是一陣的遺憾 先把你口袋裡的羅來馬先放下 把你知名的耐久主機板先放下 沒有啦其實應該 我覺得現在經濟已經落後到6000來說 現在已經很難打了 因為Poke證來說 你在17分鐘的時候落後這個經濟來說 其實是很痛苦的 因為你現在直接被人家開戰的話 你可能會受不了 因為佳文這邊也有點費心 說軍團盾甲這邊硬上的話 配合勝的坦度的話 可能可以直接一波帶走西拱星期喔 但是我覺得 你集結來打一波還是比較有機會一點點 因為你只要Poke成功幾次的時候 你可以把你那個經濟的劣勢 稍微綁回來一點點 但是如果你什麼都不做 現在就是只想要賺錢的話 這樣只會把主動權給西攻小組 拿在手上 對 尤其是現在利用整個團隊的優勢 利用陸陸來加強 加強讓蜘蛛不要瞬間被融化掉 打一個會戰配合上他們所有人的技能 可能還會比較有優勢 因為這邊這個會戰看起來的話 上路的可能其實發展度還滿夠的 所以進去的話應該是不會瞬間被融化 能夠做出的傷害也會足夠 那打起來或許會稍有優勢一點 好 我們現在看到那個 索娜已經開始 喝了Oracle之後開始布演親眼了 那趕快把這旁 這個對方紅BUB去這邊眼鏡眼位給布起來 然後這邊我們可以來 等一下可以來做一個Ballon的Battle 或是直接開了Ballon就可以了 其實現在 野西攻小組現在滿有錢的一個狀況這樣 現在直接開Ballon其實也 其實也不算是一個不好的這樣 對 尤其是六個塔都已經推掉的時候 這邊跟他們做一個Poke 反而不是很好的選擇 對西攻小組這邊來說的話 最好是在野區能夠抓 哇 這個漂亮的閃球 直接閃到球的後面做一個Poke 我覺得你就直接過去Ballon那邊 然後對方一定會想過來 一過來我們就是那個嘉文過去EQ 直接抓他一波 然後我是覺得這個聖應該要再下路 那邊Archie被追到 身邊掉了60%血 Archie身上沒有閃現 可能會直接被帶走 那Archie這邊直接進來大絕 你到底能瘋針多少人 哇 一直瘋針了五個人 連索娜也在開始瘋針 索娜硬是搖擺屁股躲掉了 所有技能Safety這邊撞進來沒有撞到 但是聖從旁邊進來超過腦所有人 這邊奈德利從後面過來囉 奈德利準備要做一個收尾嗎 哇 因為Violet硬是把嘉文給拿下來 不過他們所有人的血都增加一點點 奈德利閃現過來 一直一個收尾連續一個Double kill 最後一個Triple kill拿下來 說你蜘蛛你為什麼要追出去 最後一個暴怒 這邊可以直接吃巴龍 應該是可以直接吃到 那種情感不小心投射在上面了吧 不知道還有意思喔 那這邊這個巴龍再拿下來的話 現在經濟差距已經到了八千塊 巴龍拿下來應該是可以到快九千塊 應該是九千五 對 基本上這個巴龍拿掉之後 星空星球應該是沒有什麼機會了啦 這經濟差距已經有點太過大 真的就是我 我不得不說剛才奈德利操作得很好 剛才真的是風真的蠻漂亮的 你不能過來蜘蛛一直追出去 是人家風真的真的太漂亮了 對 明顯是剛剛Archi一個風箏 雖然他自己沒有閃現 他利用他所有的光盾之類的硬式風箏的五個人 讓Navi把大絕交在 凱能把大絕交在索娜身上 那待會所有人進場的時候 他本來是非常的無助 一折六折剛才出這套裝備 我這一個偷掉了藍 這一個標槍 長矛你偷掉了藍 長矛你從馬爾地步 欸不是 這邊經濟差距快到了一萬塊 小龍時間抓得非常的準 哇 你看一折六折這套裝備 這是一個最痛的一個風箏裝 就是那個水地劍加上寒軍霸權 那這個其實這是一個非常 風箏非常強力的一個裝備 等一下如果回去再買一個什麼 那個CD鞋啊 風箏就變得非常非常可怕 然後再補那個鵝語 全部都補出來的時候 這時候伊德瑞爾已經沒有人殺到他了 尤其是對方中 沒有突進沒有單抓技能這些角色 我覺得如果伊德瑞爾操作得益的話 一打五都有可能 對伊德瑞爾賺錢現在已經賺到9600塊 是所有人之罪喔 你也太有錢了 真的是在21分鐘賺到9600塊吃兵 是在21分鐘吃到218隻啊 我就跟你說那個 西貢小丑這個希望應該就是要擺在這個Arch身上 因為他真的我覺得他在操作啊 吃兵啊那些基本功效技巧 真的都打得蠻漂亮的 對他可能是操作是 也是西貢小丑之罪 所以他們感覺 西貢小丑現在也有抓到自己的感覺 就是要把所有的精力跟 所有的資源放在Arch身上 想想他們S2怎麼打贏Dignitas 中二就是西貢小丑的王道 所以不管是中二或是變線 就是只要讓Arch可以賺起來 就是他們最好的打法 就是他們最好的打法 哇這一個EQ加上普攻直接把 70%他血 直接一個閃現奪掉 可是這個大絕還是打到蜘蛛 甚至掉了一半的血 他已經把CD鞋跟那個 鵝魚給出出來了 哇這時候 西貢小丑這個 已經沒有辦法再阻擋了 Arch現在實在是太有錢了 他每一下普攻都 生得人心啊 哇這個大絕直接打在Nafi身上 QTP坦打幾乎不會痛 Nafi的大絕打在QTP身上 他也是完全癢癢的 那一個點燃吃到以後 Nafi決定退掉 沒有交掉閃現 你不能怪他 他經濟差了快一萬 為什麼你要他怎麼樣 那我這邊發現是 就是佳文跟聖都出了一個 魔抗制這遊戲最多的軍團聖 福文聖盾 他們應該就是完全就是 想要騎在對面的臉上 OK現在下一波小兵進來這個卡 應該就直接掉了 沒有五個人都集結 本來是奈德利還在下路吃 但是他們想要 讓奈德利在下路吃 然後做一個poke 這你沒太過分就直接扛卡了 這給學弟點面子嘛 好我們現在可能是在背對在那邊罵 說你們在幹嘛 快點 我覺得只要讓聖 然後直接做個十一分推的話 這個其實對方是 連擋都不可能擋得住 因為聖完全不給人家尊重 就是走進去吃各種榴槤 完全不會痛 蜘蛛吃到一個 吃到一個標以後 伊澤瑞想要刷大絕把它收掉 但是蜘蛛巧妙躲過了 砍了別玩了快點結束吧 這邊一個水晶塔 應該是可以輕鬆拿掉 QTB看起來在抓位置 想要操控到兩個人 操控到了以後 Navi都沒有大絕 一個標直接把傑西給殺掉 OK 這邊有一個Q 然後緩到了路 可是Safety這邊直接跳進去 把凱能給殺掉以後 蜘蛛也在跳起來想要躲掉 不過蜘蛛跳下來的時候有點危險 應該這一波應該就可以結束 因為這個就慢慢來 QTB現在非常囂張在那邊彈塔 他很有可能會死掉 我們看到這邊蜘蛛巧妙 他們直接出了兩個符文聖盾 那這個是要 我覺得有可能是要來抵抗 凱能的這個大絕 那出兩個是有點浪費的 其實你也可以出一點那個 日輪 你出日輪出來 也可以是來當凱能的大絕 然後可以防止對方Pogue 和傑西 跟凱特林有些傷害 哥哥完全不留餘力 硬是把蜘蛛星球打了下去 那這也是恭喜蜘蛛巧妙 現在終於拿到本季賽事的第一勝 我西光球球隊終於拿到這次比較尷尬的一件事 因為西光球的理論來說 其實他們還是算前半半的一些選手 因為前面兩場輸掉是比較尷尬的 不過他們師傅也找到自己的步調 讓阿曲來農起來整個世界 讓阿曲農起來就對了 對中二流跟一直換線就是他們的網路 沒有中二流其實是剛剛西光星球用的 他們其實是被中了的那一邊 那其實他們打的 在前期 在下路打的那一波 那幾波其實打的蠻漂亮的 然後在那個西光球所謂的 加紋這個cover下路 那讓那個阿曲瘋狂的轉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那西光球 西光星球這邊其實他們的反應 其實也來的沒那麼好 然後在前期這些配線有一些小 小失誤者 然後這邊來看到中場結算 我們看到其實 阿曲在這一場的表現非常好 在前期就能夠把蜘蛛打殘 直接交掉閃線 然後蜘蛛到最後都 最後的等級都甚至都沒有超過所那 蜘蛛是完全是一個醬油 033現在等級是只有9等 悲劇吧 兩邊的賺錢也看得出來 阿曲是完全贏了 對面最高前代前代 贏了4000塊 完全是贏了一把無盡之刃這麼多 因為我也不曉得要怎麼看這個戰績圖 因為這個已經太慘了 完全是一個非常慘烈的情況 那我看到這邊是 反正是這一場 Nix Water 我們想要看到奈德利的 一些精彩的表現吧 好像都沒有什麼 對因為主要是他被 一開始被中二嘛 有稍微被壓到一點吃冰 那他比較幸運的是 他換下去的時候 對面沒有跟著他還 對面沒有跟著他還 然後 就 你遇到一個傑西 然後在長線路上面 他就真的 但是從那開始 Nix Water 就開始吃爽爽的 開始狂吃冰的 因為你不換 你就是 注定要被他一直吃冰的 對 非常漂亮的就是說 他在中期會戰 有成功拿到幾顆頭 那這一場 我們也成功再次恭喜 西貢小丑隊拿下來 這一季賽斯的第一勝 那你有覺得這一場 有什麼特殊的點 可以拿來講解之類的嗎 我覺得一開始西貢新奇舞 那個調線啊 那個配置 其實是還蠻不錯的啦 那我覺得美中不足的還是那個傑西 應該要給他拿籃 如果傑西有拿到籃的話 其實在這場的配線來說 你開場前面 如果你利用了這個籃把 你可以守住下路 然後不讓他掉的話 那我們這邊可以把塔推掉的話 這才是你想要 一開始想要中二的一個節奏 但是 這個一開始這個 步調就不對了 就是兩邊都互換掉掉塔 然後人家換線 你也不換線 那這邊我是覺得 是西貢新奇舞 做錯的第一步 然後在接下來到中期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利用Poke證 去推人家的塔 然後反而是被動 被對方一直不斷牽著 在打的時候的時候 這時候 你應該已經沒有任何的機會了 對 那我這邊本來注意到說 西貢新奇舞 這邊演現最後中間 做得沒有那麼的好 不過我們也再次恭喜 西貢小丑這邊拿下第一勝 讓我們進段廣告後 第二場馬上回來 從小因為佐爾天生就聽不到 雖然是有一些麻煩